哈囉大家好 歡迎再收看 懸雲的實況 我是懸雲古烈 今天我們晚一點 瘋子谷 沒錯 我們來繼續玩我們的開拓者啦 好 上一集呢 我們終於是又來到了這個遺跡的地方 然後 我忘記是要找什麼東西來折 是 可能是要找那個吧 解除詛咒的力量吧 還是得要想辦法解決的嘛 但是呢 我們這個膽小的步驢也跟過來啦 來看接下來劇情會怎麼發展 喔對了 我一直忘記講喔 呃 不免實在說一下 我們最近有like challenge 呃 基本上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呃 只要突破兩個喜歡的話 很快就會再推出 我覺得很快會繼續錄啦 因為我今天7月10號 我在那邊連續錄了4集 對 那下一次我可能 心血來潮會再繼續錄5 6 7之類的 但是就是會需要 呃 需要各位看慣一點回響 那只要喜歡有達到兩個以上 我就再繼續拍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進行我們的劇情啦 啊 有很多用石頭做的怪物 擋住了我們的路 好像要攻擊這裡 啊 勇士 這樣沒辦法走下去 消滅遺跡防衛兵50隻就能開路了 你給我等一下小鬼 那些東西偶偶來處理吧 哇 看來是一直被怪物阻擋喔 好 那 我其實 很好奇一件事情喔 我們 上次不是有300隻劍嗎 可是好像沒有在用耶 他就 到現在200多隻 對啊 沒有在用啦 我們一開始拿的是這個嘛 這個弓 現在不能選了 但是我們一開始拿這個 一轉前用的是這個 然後這個時候 他會消耗這個劍 但是 後來就不需要了 換成古代弓就不需要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是幹嘛用 給初心程爽的 是這樣嗎 好 我們繼續啦 就打怪嘛 好 我想到什麼東西可以跟各位看官聊喔 呃 各位看官 我常常會在一些 影片裡會講喔 就不免除了再說一下 呃 就是各位看官如果對薰的實況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考慮去點一下我的FB專頁的讚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那個 好煩喔 我真的覺得向上跳很難耶 是我不習慣嗎 因為我 偶爾也會在我的FB專頁就是放一些 影片啦 比較小品的影片 我就沒有放在我的 YouTube頻道 放我的FB專頁 那通常就是像一些 實況啊 有可能會剪很短的精華 然後我就放在這個 FB專頁 對 那 基本上是不放在YouTube啦 有興趣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有時候會放一些 然後說 之前Love Life有一些 抽卡的影片 不是抽卡 抽那個 算是抽獎吧 有點像摩柴的東西 那個我也是 有拍影片 但是放在FB專頁喔 然後有時候偶爾會 可能拍一些翻唱影片啊 像我之前那個 翻唱Love Life的歌 我是放在 FB專頁喔 沒有放在我的頻道 所以各位看官有興趣的 可以去點個 讚 然後有時候 一些很即時的 實況 影片發布的消息 或者是 直播的消息 也是會發在那裡 各位看官有興趣可以去幫我點個讚 好啦 差不多就是這樣 路通了勇士 我帶你往 發出聲音的方向走 來 往這裡走吧 然後就繼續 然後我們的 這次應該是點 精通劍術沒有錯囉 我們就點吧 然後點這個 然後繼續往右前進 今天7月10號 我連拍了四部喔 因為我之前就說過了嘛 拓荒者就是 不是拓荒者 開拓者就是 完爆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連續拍了四集喔 這裡的路也被給我擋住了 攻擊兵50隻 就能開兔了 這次也在那裡等我 很快就回來 好 繼續前進 還有什麼可以聊喔 你知道我前面三集 已經一直在講那個 開台的事情喔 我不知道你們還想不想聽喔 我想想喔 最近那個嘛 Niko Niko生日抽又要開啦 只不過喔 得先跟各位看官說一下喔 那個 去年不是破天荒 我 日版有超過1000顆 拉夫卡送 這次可能沒有那麼多囉 對 去年真的是存太多了 今年就沒有了 今年大概 我目前是600多顆啦 我預計7月22號應該可以存個 700多顆吧 我猜啦 我也不確定 那就 還是希望各位看官看一下 因為 我已經連續兩年拍這個 生日抽的影片了 我今年已經是第三年了喔 可能有些看官看我抽同樣的東西 已經來到第三次了 所以我今年會來一點不一樣的 對 就一樣也是抽Niko生日抽 但是會來點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看官可以期待一下 他可以跳弓是不是 他可以在半空中 發攻擊技能 還算蠻厲害的喔 不過現在的劍神 現在也可以 好我們就繼續前進 然後 我們28等 繼續點我們的精通劍術 他是15所以會點滿 就是前進 看今天可以解多少任務喔 會不會在這一集 順利的完成我們的二轉 呃 離冥想的根源地越來越近了 是這裡 好大的水坑啊 而且還黑黑的 也是從這下面發出的聲音 等一下那柱子上寫的什麼 O A M 我看不懂喔 其實我也看不懂 反正一定是古代文字吧 哇你看得懂耶 上面寫著 巡弱者 剖開死亡沼澤而來 只有能趕走死亡的光 才能照亮路 死亡沼澤 哇你們讀這種文字啊 我怎麼都看都看不懂呢 呃好難喔 我撿了一個石頭往裡面丟 沉下去 後變成煙霧消失了 哇掉下去就剩粉了耶 掉下去可能就沒命了 戰勝死亡的光 是照著水裡走的意思嗎 發亮的 在水裡也不會熄滅的 你想到什麼 啊我想到了 突破死亡沼澤的方法 這麼厲害 來 閃光石又是什麼啊 剛才在路上遇到了 遺跡攻擊兵 頭上帶了發光的東西 他們的那個東西 好 回到遺跡守護者之路2吧 從攻擊兵身上取得閃光石 10個左右 我有事情要確認 你在這裡等我一下 啊不愧是勇士 馬上想到了瑞麗的方法 那我就在這裡等你 然後繼續前進 我發現我連路四集 其實還是有點累喔 我現在說話 已經開始有點上氣不接下氣了 我看剪一剪就可以完成了 這個應該很快喔 這個好像是不用打怪喔 這是我們剛剛打的喔 只是那個 道具是 你接到任務才會顯示喔 完全不用打喔 10個喔 還是要打攻擊兵啦 那需要我們打10隻喔 不過這很快 可以 喔我對於那個向上跳真的是 越來越得心應手 媽 有嗎 我不確定啦 繼續對話 啊很快就回來啦 你手上那個是 以及攻擊兵身上的東西喔 碰觸就會這樣發光 這個進隨的應該不會有問題 不過以防萬一先丟一個進去測試怎麼樣 我拿一個發光的閃耀石丟進水坑裡 光照在水裡一段時間後 變成煙霧消失了 無法撐太久 一個沒辦法維持到地面 把收集的全部帶走吧 呦分等啦 究竟能不能在這一集之內 完成我們的二轉呢 各位看完這個 時刻非常的關鍵 絕對不是在說某個 節目 談話性節目不是喔 他就開著 什麼叫開著 閃光石丁 你當閃光石是一台車是不是啊 好緊張 小心小心 看來真的是 就可以直接潛進去裡面了 你看起來的還要深 比黑暗還要黑嗎 你在說某個會會發爆炸魔法的咒語嗎 怎麼越下去越暗呢 是我的錯覺嗎 這個時候請先來聽 錯覺 cross rules 出現了奇怪的東西 勇士 好像勾過來了 走開 出現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詭異的小精靈 要到水裡的話沒時間了 真煩人 只好邊消滅邊前進 邊潛水邊打怪 有怪嗎 消滅一定數量的怪物 呃 呃呃呃呃呃呃呃有怪嗎 欸欸欸讓我攻擊讓我攻擊 其實他們也有點難打 看來是要邊移動邊攻擊啊 他在 他在一定的距離內才會自動瞄準 所以 欸我們我們打標了是不是 會自動傳送嗎 我們我們已經打標了吧 欸不是啊 我們不是已經完成了 20隻啊 這反應有點慢喔 我聽到外面有雷聲 我等等該不會要淋雨回家了吧 欸 對話是自動的 可惡 我沒念到了 我剛剛只是往外看一下 就算用最快的速度游泳也會來不及 我需要其他方法 怎麼樣能快速抵達呢 喔沒有這個這個就自己自己 就算用最快的速度游泳也會來不及的 我需要其他方法 怎麼樣才能快速抵達呢 我剛剛看窗外 不會吧 我要淋雨回家了 更快速往下走的方法 快速的 靠我現在能有的東西能做什麼呢 剩下一點的炸藥 繩子弓和箭矢 其中有沒有可以突破狀況的東西呢 在水裡引發爆炸 這麼做是不會有改變的 想想其他方法吧 在遠珠器上繩子一口氣過去 附近都是光滑石頭 這個方法行不通 弓和箭矢用小小的力量就能遠射 快速出擊發揮威力 射箭後 然後往那底下 試試看吧 這個方法 小鬼 我要往那邊走 抓緊我 在我射箭的同時 用盡全力游泳 怎麼樣 辦得到嗎 小鬼默默的緊握著這邊的椅角 像是在壓住不安的心 那走了 哎唷 唷 射中閃光石的劍 留下的光的差影 照射在水中 就用沿著光開射的路往前走 我紅真的快不行 過了一會兒 邪念之事 真的很可怕 差點就變成水鬼了 如果沒有勇士的機制 呃 總之能夠順利到達目的地 真是太好了 這裡就是巨響的根源地 那些房間中有個發亮的東西 靠過去確認一下 就是這個嗎 你是來尋找隱匿道路的人 具備了成為力量之王的資格 房間裡傳來低沉的聲響 可以交談的話 還是直接問比較好 喔 喔 欸 這是三 這是二轉的意思嗎 手滑了嗎 等一下喔 我覺得要先二轉 等級超過就有點麻煩了 二轉囉 遺跡的力量因為神秘的光 而解放的一個階段 我感受到古代的力量 變得更強 右轉 應用強化的古代力量 就能使用比現在更高階的技能 凄理! 親自使用後才知道 光是剛才查到的內容就這麼厲害 根據使用的基本之力技能不同 以及的文樣也會不同 還有使用基本之力技能攻擊敵人的話可以填充能量 消耗填充能量來使用強烈技能 然後利用的話會有很大的幫助 二轉 我來看一下喔 這邊還有三點 等一下 我要先點哪個 我們先等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對話 啊 傳來了 聲音中擴散的武器 你想尋找的答案在這裡 遺跡和詛咒的繞印 很久很久以前 住在這塊土地的古代卡魯帕門 他們用砍發神聖的樹木製作神物來崇拜 那是 那個神物就是遺跡 好 好 可以 可以治療傷者 置入給迷路者 是個有益的東西 但是 隨著時間流逝 自從這個世界有的秩序 以及的力量自然就減弱了 知道 以及存在的人漸漸消失 變成了傳說 乾脆被遺忘還比較好呢 幾百年前的某一天 出現了身穿黑色長袍的怪人 又是你嗎老黑 他對遺跡施展了邪惡的魔法 遺跡施結束後 他把遺跡復原後離開了這裡 從那天之後 遺跡漸附上了不潔力的氣息 身穿黑色長袍的怪人 現在 你擁有的遺跡裡 其不有的力量和墮落的力量 共存著 你 也會隱隱約約感受到你 墮落的力量已經和遺跡成了一體 不能讓它消失 但是 可以壓制 就是 你成為遺跡真正的主人 這是 控制墮落力量的唯一條路 道具 會認主人 遺跡將會照你的意志 解放隱藏的力量 透過冒險培養你的堅強吧 等時候到了 遺跡就會引擋你了 但願你能找到路 你 你是說某個實況主嗎 路 尋找路啊 好神奇 你們兩個居然同時聽到不同的事 從那裡面的邪念 幸好 我跟勇士都找到了答案 雖然吃了點苦 應該出不了第二次了吧 小鬼說 從邪念聽到遺跡的奇異迴響 還有聲響即將停止 根據邪念的說法 發出巨響是為了從遺跡的惡氣 洗中 保護後代的卡路帕 遺跡的墮落力量和古代力量一起傳入遺跡 遺跡應該不會發出巨響 所以我們算是拯救了村莊嗎 你們不是最害怕那個巨響了 現在他沒有啦 我們算是做了一件偉大的事情了吧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耶 所以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幹嘛跟你說這個東西 是遺跡 你帶著什麼 遺跡 你帶著一個遺跡趴趴趴 我真的受不了橘子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裝一下這個 這個還比較爽耶 這個 所以他被 他真的被翻成遺跡耶 為什麼啊 到底在幹嘛啊橘子 這樣不好喔 遺跡是一個地點 你們明明就知道了 勇士 找到答案了就要離開這裡對吧 啊 對了 我會依照約定不再糾纏你的 不管去哪裡都要保重 雖然我愚蠢又膽小 謝謝你一直帶著我 啊 如果你還想來我們卡魯帕村莊的話 收下吧 這是隨時可以來這裡的技能 嘿嘿 希望以後還能再見面 我會一直在這裡等著勇士你的 我現在要把在廢墟聽到的事情 告訴卡魯帕村莊們 雖然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相信 啊 哥爾共或許會的 嘿嘿 會不會聽到奇怪的聲音 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是希望實況不要錄進去 雖然沒有信心 但我會鼓起勇氣的 我以後也會成為像勇士一樣勇敢的人嗎 啊 我都在胡言亂語了 你真的可以走了 我也要走了 再見 啊 看起來卡魯帕村莊的事 暫時告一段落了 把自己想說的說完 把自己想說的說完 就說要走啊 好保重 話說回來 詛咒的力量是水不開的 既然這樣就面對吧 我要掌握遺跡完整的力量 意思是透過冒險邊搶 已經知道克服詛咒的方法了 去尋找下一個冒險吧 不過 身穿黑色長袍的怪人讓人很在意啊 前面把力量傳給遺跡後 就默默無聞 說不定把遺跡完全解放後 就能再次交談了 在那之前只能自行調查了 好啦 看起來卡魯帕村莊的事情 似乎真的是告一段落了 你的玩笑過討而不理 你說進去過那個凶物裡面 對卡魯帕來說 絕對不可能有這種事 還說和廢墟裡的無形的聲音交談過 這是什麼奇怪的話 我真的不會相信 因為仙女過意不去 所以又來了 村民果然不相信小鬼說的話 我的個性不喜歡干涉別人的事 但這次不能做事不管 和那個不吉利的歪敵人相處後 被影響了嗎 這乖巧的孩子 真是遺憾 不是 永是你 永是你 加油小鬼 這是你幫我的代價 啊這是 小鬼捡起小花朵 後緊緊握在手裡 然後下定決心室的擦乾眼淚 村莊外面的廢墟不是凶物 那是 啊太快了 而且村屋裡還要亂 太快了 不是 你要自動跑 你要稍微加長 你有沒有考慮過死況主的感受 他們要一五一十的把它唸完 我做的不像我會做的事 所以我才討厭成群結隊的行動 總之 現在可以安心的離開了 後面呢 是 自己會看著解決的 那 我現在要去哪裡呢 啊我想 我想到在那之前 要先去一個地方 弓箭手培育中心 離這裡不遠 喔還是有事情要做嗎 我看一下喔 開拓者 開拓者 呃 還有喔 好 那我們就繼續吧 我還以為沒事情可以做了 那我們這集就要提早結束了 呃 先 接這個好了 蛤 你是 我師父談了這段時間發生的事 現在我大概知道我要走的路了 把這段時間發生的事告訴了Halina 遺跡和古代之公 還有在遺跡發生的所有事情 今天也這麼大的事啊 不過 幸好沒事 R 那你打算接下來要做什麼 宣 血念 讓我去尋找路 路 好 我們不要再開玩笑 我認為遺跡會選上我 也是有原因的 這句話 意味著 我有該走的路 我一定會透過冒險找到答案的 你又成長了一步 宣 比走出弓箭手培訓中心時還要棒 希望你能找到屬於你的路 我會和往常一樣 手來這裡為你祈福的 我會尋找屬於我的冒險 師父 那麼 再見 就只是對話嗎 好吧 我們還是先接幾個任務好了 不過我之後不會 不會真的跑去解啊 就打怪什麼的 因為這個已經跟開拓者沒有關係了 我想接這個任務 我看他到底是什麼 你好 宣今天有想要拜託的事情 正確來說 正確來說 不是我的拜託 而是我朋友的拜託 這不是金魚號的船長 卡依林 你也認識的人嗎 他好是想問你去金魚號幫忙他 我也肯切的拜託你 他在航海市 去見他後借他一臂之力吧 呃 答應後會直接送到 卡依林的航海市 所以會直接傳送嗎 會 我看一下這個任務到底是什麼 我叫卡依林 金魚號的船長 兼海盜轉職官 你呢 啊哈 赫莉娜派來的人 原來就是你了 來這裡 來得好 請赫莉娜介紹你來 是因為有事情想要問你了 你還記得維多利亞島的時候嗎 從風之島 喔沒有喔 我一開始在什麼 什麼卡魯帕的村莊喔 好 欸我一開始是在某個遺跡啊 好 是否奇怪的人 你還記得嗎 我不確定耶 時間過那麼久 當然可能這樣 我不覺得我是失憶啊 我一開始就在那個遺跡裡面 什麼啊 不記得也沒關係 我的條件就是這樣 就是把人交這裡感覺有點抱歉 事情再說明得清楚一點 轉職為海賊的人總有的奇怪的人 看起來不邪惡也沒做什麼壞事 但他有兩點特別引人注意 第一就是實力非常傑出 一開始轉職的冒險家還沒有進行真正的修煉 那不是那個啦 已經有老練冒險家的實力 所以轉職官可能比我還強也說不定啊 那樣的人現在來這裡 進行轉職 第二個疑點是他戴著面具 他說自己感冒了 因為感覺不到有邪氣 他戴著面具參加了試煉 不尋找而實力也有搞到奇怪 那他竟然給他逃走了 他第一次出現在維多里亞島的時間 跟你差不多 所以問我們有沒有看過他 德斯他是海盜 我感覺聽過這個名字啊 德斯 好像聽過耶 啊這個是冒險者的那個啦 主線啊 這個是 你只要玩冒險者一定會 一定會有這個任務喔 好啦這個 我就不細節啦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開拓者的部分喔 這是冒險家的部分 對 那我們終於給他二轉啊 四集的時間終於二轉 那 預計會玩到三轉 四轉看情況 然後這個回去好好地研究一下技能喔 這個二轉喔 比一轉硬生生的多了快兩倍喔 多了快一倍 對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喔 之後第五集開始 我可能演出配好了 然後就繼續我們這個 喔沒有喔 我 因為我現在沒有開拓者的任務了對不對 所以我接下來應該會自己私底下 可能玩個妖精懸愛裡面啊 等級到了 看後面還有沒有 開拓者的劇情 希望是 有啦 沒有的話就尷尬了 沒有的話後面就 就沒有了 開拓者的實況就四集喔 希望是有啦 不然就我們可以玩完那個 三轉 技能也可以啦 玩完三轉技能做一集也是可以 好不好 那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我們 第四集的這個開拓者的影片 差不多在那邊告一段落了 好啦那小明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connec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繼續看下去喔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 成為康律的話必演 或者你順便按下鈴鐺 對我的影片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評論區 上留言 你的意見是我們最大的動力喔 不要追蹤我的FB還有IG 好啦那小明天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白女 來來來破壞時間到囉 歡迎來到全民住宅破壞王 今天我們要將一百六十瓶的超巨大粉場 全部破壞殆盡 因為我們要蓋最新的佛斯特遊樂中心 所以我們要將這個地方